英国伦端地标大笨中为期四年的维修即将完工了 而中盘上知名的普鲁士兰指针也重新漆回了中盘上 大笨中在维修期间一度把指针漆成是黑色的 但随着维修工作即将在明年完工 现在又把指针重新上漆回归原本的普鲁士兰 而且重新的安装回中盘上 整个整间的工程耗资英国政府8000万英镑 相当于台币30亿5000万 从2017年开始的维修作业在明年初会完工 到时候也会重新开始民中报市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